各位朋友,我是劉環昌 今天又是我來替大家華山論世 今天談甚麼問題 我們很久沒有談過中國周邊的南海 南海局勢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認真真去分析一下當前的南海形勢 南海形勢搞事的現在就是菲律賓 關於菲律賓這個問題 中國現在實際上是對菲律賓 在政治上、外交上、甚至軍事上都施加了很大的壓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香港政府可能都要有些準備 萬一如果中國對菲律賓施加更大壓力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香港 為甚麼會影響到香港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香港有很多的菲律賓用功 如果北京說 我為了制裁菲律賓 我們是否暫停或是縮小 是怎樣的 總之如果在這方面 如果北京說要有些動作 恐怕對我們香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香港政府是對國際形勢關心的話 都可以試圖對北京可以做一些遊說工作 在這方面對我們香港影響很大 菲律賓有甚麼壓力有甚麼制裁 都不要在這方面去著手 其實這些事情北京是會考慮的 大家記不記得一次 如果北京對一些涉及迷反中國法律的外國企業 就會實施制裁 當時香港很多商交都提出 香港是否可以排除在法例外面 經過提議的確確 香港就不用執行這條法律 所以未來我覺得香港政府真的要有一個準備 對北京可以做一些工作 因為現在實際上這次小馬赫斯 突然間在11月8日宣布了兩條 關於他們的海洋方面的法律 將黃岩島 大家都知道黃岩島是我們的中華人民國局 無可辯鋪的領土 居然說他是菲律賓的 很多人說這個小馬赫斯 比以前的亞基諾等等 2016年曾經有個南海仲裁案 那時對南海的一些島嶼 甚至是島嶼、島嶼進行過一些裁決 那時裁決 其實很多南海都沒有說是菲律賓的 現在小馬赫斯的胃口很大 甚至將這些其實就是中國的領土 都要視為它的領土 現在馬上北京就突出反擊 宣布了黃岩島的領海基線 以前就是在這個大法律框架裡面 黃岩島主權水中國 主權利益水中國 海洋利益水中國 說領土是屬於中國的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中國現在實實在在 又控制著黃岩島 但是有很多法律的一些細節 還未完善 所以這次中國馬上回擊 說黃岩島的領海基線 很清晰地畫出來 畫了這個領海基線之後 大家要知道一些所謂的海洋法律知識 有了領海基線 首先就是有內水 內水之後就有12海里的領海 再加12海里的領海比輪區 再加上相當範圍 現在這個在國際上有爭議的 有些最高畫到200海里的經濟專屬區 所以黃岩島的領海基線 一畫了周邊的領海範圍 因為領海比輪區 再加上經濟專屬區 即是很大很大 所以在這個範圍就很明確 其實南海上這些 一些島嶼、島嶼、島嶼、島嶼等問題 其實在二戰結束後 是非常清晰的 當時開羅宣營 波斯坦公佈規定了 日本在南海佔領的中國領土 還要加上台灣其他東西 澎湖、金門、馬祖等 全部都要歸還當時的中華民國 當時中華民國派出了 有一艘叫做中業號的軍艦 接收了中業島 現在中業島是被菲律賓佔領的 中業島為何會被菲律賓佔領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一次颱風來了 當時駐守在中業島上的台灣軍隊 颱風來了 我們翻車避一避風 避風之後他們就不回去 菲律賓趁機佔領了一個島 佔領了中業島 中業島其實在南沙這邊 仍是相當大的島 這個島很多人說 有很多著事 其實著事不是問題 最主要有機場有探水 你知道有探水有機場 這些基本的生活設施就有了 所以中業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現在不讓菲律賓佔領 所以我自己以前一直有一個觀點 菲律賓如果幫中國相安無事 可能你現在控制中業島 還可以控制時間長一點 如果你幫中國翻臉的話 中國可能會把中業島都收回 我其實是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者 我經常都主張一定要收回中業島 因為真的太重要了 當然中國在南沙填了三大三小的島礁 把原來有時有些島是珊瑚礁來的 海水退潮之後就露出來 漲潮甚至是剩下一點 現在經過吹沙填島變成是島 有三個大的已經有機場在 所以當時在2016年 因為中國填島成功三大三小 當時美國很緊張 發動了 鼓吹了那時是奧巴馬政府 奧巴馬政府 鼓吹了當時的 之前是亞基勒政府 提出了南海仲裁案 到真係的官司打出來 到2016年中時 就是杜特爾特上台 杜特爾特比較親華 他就想比較緩和去處理 但美國就不肯 因為那個仲裁案是明顯 對我們中國不利的 美國就派了一支航空母艦 這個戰鬥群 就來了南海 中國方面一看 我你來 我當然都可以來 當時中國就是 南海艦隊 東海艦隊 北海艦隊 出動了一百多艘 一百多艘軍艦 當然當時還沒有航空母艦 還未成軍 航空母艦 但是一百多艘軍艦 導彈驅動艦相當多 還有一百多艘戰機 當時齊襲南海 進行一次大演奏 美國方面後來就收手 整個南海就平靜起來 所以那次之後 菲律賓變成杜特爾特上台 一直對中國 對南海的糾紛 在冷處理 中國又支持杜特爾特 給那些暴槍 給了幾萬支暴槍 給他去打販毒的那些分子 所以國際社組織 人權組織 說杜特爾特 這個掃動行為 是不是有些過火 殘忍 諸種殺招星 這個後華 另外 但是到現在 小馬科斯上來的時候 真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小馬科斯 大家知道 他十七歲那年 跟他媽媽去北京 是現在在全世界 唯一的領導人裡面 是見過毛澤東的 小馬科斯上台的時候 第一次出房就去了北京 但是過了幾個月 馬上去了美國 他見到拜登 見到拜登之後 整個人就反面 為何會反面 很多人都說 因為馬科斯家族的資產 當時被菲律賓人推翻 被人趕出去 他很多的資產流亡 就是美國 美國就是用這些資產 威脅小馬科斯 小馬科斯立刻便面 便面之後 有做了幾個動作 一個方面 就是增加美國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 同時在南海的領土糾紛上 幫中國不斷爭執 包括人內礁那艘沉船 在黃岩島上又對撤 黃岩島現在在南海上 論軍力 論海警船也好 論軍艦也好 菲律賓如何幫中國廢 中國的軍艦輕輕把浪都打沉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但是中國又受制於整個東盟的關係 對菲律賓一直都是很克制 因為大家知道東盟十國是一個整體 如果中國對菲律賓輕易開火的話 就會影響到中國和東盟的關係 所以中國一直是比較克制 但是這一次 我覺得中國出招 出了幾招對這個小馬科斯 一個就是幫印尼 剛剛印尼的新總統又去了北京 幫印尼簽了一個協議 就是說在大家共同有交叉的經濟專屬區 實行共同開發 因為大家知道中國在南海 其實幫印尼都有些爭執 這一次中國幫印尼簽了這個協議 實際上就是拉了印尼過來 大家可以在共同開發 另外一個 中國對東盟的其他九個國家 未來要加大力度支持東盟九國的基本建設 包括港口、高鐵、高澳 中國已經有很詳細的計劃 實際上大家可以看到 未來這幾年中國在東盟九個國家 大規模地作為基建 實際上就是孤立了菲律賓 菲律賓大家知道 實際上他這幾年的動盪 他的經濟其實不好的 大家知道 菲律賓在香港的收入 對於菲律賓人來說 他們是一個高收入的一策 未來在這個環境下 中國將東盟其他國家搞定 集中去打擊菲律賓 我覺得這一招 對小馬科斯可能是一個致命的一擊 小馬科斯現在自以為還有美國撐他 誰知道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拜登政府不能夠延續政權 何錦禮輸了特朗普上來 特朗普其實他現在有一個最重要的政策 我相信特朗普對中國 依然視中國為一個最大的挑戰 但是特朗普他有一個孤立主義的政策 就是他希望將美國在海外的資源都收縮 集中資源在美國裏面重新去重整他的製造業 重新刺激美國經濟 他這個是美國再次偉大的核心內容 他覺得拜登浪費了那麼多資源在外面 是錯誤的 所以我覺得未來在南海這個問題 可能這個博弈是相當微妙的 另外小馬科斯就說他要買美國的提風中程導彈 大家知道 如果是知道一些軍事常識的話 美國的中程導彈其實已經是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東風系列 中國的東風系列導彈是不僅是超高音速 在這個速度上壓倒美國的導彈 而且可以變軌 變軌可以在這個不斷地 那麼你根本就是難不可難 那麼最近在珠海航展更加展現中新的 這個紅旗19的反導彈系統 這些根本就是你菲律賓你再買美國 中國再多一點武器都是無用的 所以未來我覺得在這個南海裡 中國幫菲律賓的角力 在人外照問題 在黃岩島問題 中國一定能夠守住既得的現有的利益 我自己希望是中業到未來都能夠收回來 當然這個是關鍵問題 好像台灣問題 都是要看到中美關係 如果美國是完全放棄菲律賓 那麼我們真的可以一鼓作氣 但這個可能性亦未必是很大 所以未來整個南海的局勢 都是值得我們繼續玩 我們下一集再見